大家歡迎收看這節的即使攻略 我是林梓棟 這個環節繼續有Stanley在這裡 跟我們聊聊的Stanley你好 是的 沒有多提提大家 如果有任何股票數有問題 可以打電話204-6566 問我們專家意見 或是將問題電郵 去到ASK、BH7N6C 或是WhatsApp到91571428 給我們 Facebook上面還有一些直播 大家可以幫我們分享一條片 有問題留下留言 會盡快解答大家 先和大家看看最新走勢 恆指升近596點 最新增28881點 國企指數升255點 最新增11460點 大肆成交1284幾 成交開始縮了 沒有之前那麼多 我們說些什麼 下一刻給你 1200億 現在點幾鐘 平時半天已經1500億 也算了 又不會太過什麼 千多億也算是這樣的 但回600多點上來 會不會建議一些人 現在都是 即是踏入2月份 又有農曆新年假期 等等的東西的時候 應該趁但又在減貨 會不會這樣去建議 建議 我覺得 又是那句 有貨就先拿著 但又沒有貨 不用減輕的倉 這樣嗎 最多一減一點都要的 看看拿著什麼貨 如果拿著一些 可能最重要是一些比較炒的那些 那些味道可能先拿著 但如果拿著一些藍醜那些 好像你的北水 買得比較多那些 騰訊 美團那些 都還可以擺一下 不過那些 我這樣說 那些波幅也很大 那些其實你說的 短炒都 都很和味 真是說笑 如果你是拿著騰訊 美團那些 因為最近的波幅太大 所以不需要現在 因為它下來的時候 又下得好像很快 都會害怕 就是這些 都要扯戰扯退 又不用住 不用住 那個勢子很強 而且你見那些行業 都還不斷地在看好它們 我覺得拿著才是無防 而且現在你說這些市況 其實是很 怎麼說呢 都挺陰濕的 就是說 你說可不可以一夜 什麼都不拿呢 什麼都不拿 你看著它 肯定我心裡會有些心癢 但是你說 拿著貨太重的 它這樣上上下這幾下 又會搞到你很不安樂 所以如果你說 真的 因為我自己覺得 拿著貨 拿得比較上是 心安的 就算了 再加著這些位 就暫時 怎麼都不建議住 因為似乎你見到大市 似乎之前的時間 真的去過大概 三眼那些位置 香港那些位置 是大了力 所以現在反而這些位置 你不當現在 都是先拿著拿著 雖然今天就打回 到八點鐘上來 但是我講講一句 你上星期的時間 你的市似乎是連續 連續跌了很多天 都跌了差不多1,800 所以回到一些都什麼 有沒有什麼隱憂啊 那市 隱憂? 五、五、五、六都是那些 你看美股現在這麼錯 而且你始終是怕疫情 那些東西 其實都是流流去這些東西 但是問題是這些東西 去一天 是不再好像 好像怎樣說 還有一些 另外壓外一些消息的時間 這個自由 還有你講過這邊 其實你好像以上星期為例 就是你美股跌六、八點 那你想一下按道理 你港股以往的時間 怎樣都會跟一跟 但是你真的可以不跟 所以現在港股的情況就是 你主要有北水這個因素撐住 你真的 在某程度上 你的股份差不多了 但是真的很個別的發展 還有是 變成很個別的情況 就好像你看到 你好像騰訊啊 美團這些 真的完全都沒有影響 你看上星期的時間 但是美國的科技股都會跌 但是他們真的不跌 會有什麼狀況 Hello Hello 101 有Akim 想問 給他一個價格94元有貨 再跌1%去到97.5元 Akim 你有些有沒有擔心 就是這樣 因為如果你問我的話 這些股 假設 信答問心的 研究真的不算很多 而且因為本身有多消息 你可以說這些股份以往的時間 是不斷夾不施 可能有些新的研發 有這方面的消息 所以它的股價 應該可以升得這麼好 有這些原因 但是你說現在這一陣的時間 那個聲勢好像有點慢了 我又不會說它已經逆轉了 但是是慢了 所以如果你說現在想加注溝貨的話 其實我沒有什麼意見 我沒有什麼意見 我沒有什麼意見 他就是想給那個價位溝貨 還是止蝕呢 不知 我想是想加注溝貨 但是如果你94元買的話 其實你現在的跌幅 都不算 都不夠百分之十 所以就不如你一下拿著它 我怕我又不是太擔心的 反正就是有波氧 其實這個圖這個 有波氧其實差不多 你看到兩隻手勢都差不多 但是這些股份 你說用來擺、用來握的 沒什麼意見 有去跌下才 到它差不多 叫做那個勢轉一點的時間 有沒有先想一下 走不走 或者下一個步怎樣做 但是今天的藥股很多都升得很厲害 在1801真的叫做跑少息 險你有消息 這些6150 甚至乎2160有消息 有不同比較 沒辦法的 沒得這麼比 沒得這麼比 恆子今天反彈 是不是明天可以再拆 KIM 你這個問題 可能給你一個 一元的銀 你打彈好一點 這個市況現在真是 日升日跌 但是沒有的 這些市況是 你主要有波動市 而且因為 主要你上個星期 掉了一千八點下來 你現在反彈一些 其實都是合理的 我會覺得 所以你問我 今天那個大市的市況 或者是整個走勢 是不是又好像要轉好 或者怎樣 我覺得再看看 因為現在投資 上個星期的時間 年度下跌了四月下來 對不對 你看看 那個計劃為止 差不多一千 由高位計算 由高位計算的話 沒有一千八點的了 你現在回到六百點上來 其實某程度上 又不是算是彈了很多的 但只不過是彈得急 這一段時間的市況 就是那個走勢很急 可能會突然間一天之內 可能抽息 抽息很多 但可能一天之間 跌了很多 你上個星期五的時間 也是 你看到市場 又彈得上去之後 那天插下來那一刻多厲害 差不多全都還跌到收 如果你不是出現這些支足的話 你這樣看圖 其實是很差的 因為上個星期五 是跌穿了二十天線 這些圖片一走下去 其實是很差的 大家都懂得看圖 Rono 金金 Kim 如果那一下跌下去 那一下上個星期的時間 其實是很差的 按道理 那些人是追撥的 但問題是 這些事件是這麼有趣的 突然間 當你上個星期 甚至今早的時間 看到 咦 客旗又跌 美國又跌這麼多 今早就不發達 今早就夾死你 所以這些市況就是這樣 這些玩法 特徵就是 很多時候你捉不到 所以變成了 又不入市 甚至乎你做好 做淡這些 最好就真的少做少錯 還有有貨就先拿著 那是OK的 OK 另外不如又講一下 那些手油股都是升得很厲害 我想騰訊今天這樣爆上去都關關的事 那些IGG 2400 中手油那些全部都很厲害 沒有的 但是你說這些 是否一定有些原因去解釋 為何會升那麼多呢 我又覺得 真的無解 或者心動這些算不算 你所講的 即是炒的股份 即是 一些純粹 一些投機性炒在有好 怎樣都會的股份 這些股份 即是騰訊 你就說可以拿著 這些二三線少少的 遊戲股 其實它都 這些真的 遊戲的話 真的有這些 其實它已經 需要不需要都走一點 這些反而 這些有貨走一點 這些是要扯戰扯退 其實這些是 因為這些說真的 你真的聽得太誇張 還有 你說有沒有一些特別消息 其實心動要有一段時間 它隔不止有些移動的了 已經不是現在這一刻的了 它隔不止有些大力國的彈上去 但是 這件事情自己是要扯戰扯退 但是你說好像 IGG這些 你說有沒有一些特別消息 其實都沒有的 純粹是炒作這些情況 302 胡小姐很喜歡問的 但是你看它的圖 又是有一個範圍 反而這一隻 如果你這樣看下去的話 它都是在大概 三個半的位置 應該就會有些阻力的了 所以如果這三隻要拼搏的話 反而你真的要選擇 你拼搏這一隻 可能穿三個半的位置的話 你反而後一隻短炒 那裡的短線 拋住它 看著這一隻可能會更好一點 IGG都破了 真的不像是IGG 真的升到這麼厲害 但是它突破了這個位置 應該可以再上 是的 就是你現在的網站這個位置 十二個七到 但是如果是金融的話 你都是看著一、兩元 一元都沒有 你說什麼 你出門之下 你302可能還要什麼 你衝就難些衝 難得是衝的了 但是你有貨 有貨就 不要擠錢再一推 對 看22個七這位 你看返貨的這個位置 再看上網多人 也看這些位置 那個空間 即是八百多錢 應該多些 另外今天 有吃不吃 最大的目的 101 也是的 現在這個市場 好像美股那些 我想這樣講法 阿Kym 我想這樣講法 你說這句話本身是沒錯的 這句話本身是對的 但是就這樣講 有時就是說 因為股票市場很有趣 它不跟你打完獎 真的不理賭錢 賭錢打完獎的話 人家打出來不懂 就真的好像靠自己伺候止摸 難度好像大很多 但是股票又不是 有時股市是跟著一個勢的 還有有時玩法就是說 有時股票打上去也好 就像我剛才說的 你大的話就減一減榜 你減完榜之後 如果你發現到 好像覺得減錯了 你覺得可能它還有一升 其實沒有 你再追回的話 你要用回你之前賺的那個時候 當你那次那一轉的 只剩3元的 你買下去的時候 人家要分三分作止蝕 這樣做法 這樣認不認識它做 應該按到你有問題又不大的 但是有時又不要按 你說這個東西 如果這個東西本身就是短線 短炒 長線的話 如果這個本身好像我的意思 拿去的貨 其實我又不理會 可能有一刻真的覺得 我可能覺得那些事很不妥 或者是賺夠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才會沽貨 所以其實就沒有 看個人的心態 或者個人投資的取態 怎樣做法 嗯嗯嗯嗯 好啊 另外 這個是我自己想問的 這個星期很多新股上市 有兩隻很厲害的 大家都看著 一隻就是心通 一隻就是快手 下個星期一也有隻貝康 這一隻都 孖展爆就不爆 因為市場真的沒有錢 沒錢 沒有錢 凍了 快手一萬多億 心通也不知道多少億 凍了 今天炒了一隻感恩生殖 你看這些新聞 都是一漏的 這隻才看畫照 是啊 你看這些新聞 沒有什麼特別消息 現在就是在想 我現在就是在背腔 可能 那些人說是貨乾 或者那些人沒有錢 炒 這樣就先炒這隻 這隻升上去之後 背腔上了 或者暗判那些 又沽回那隻感恩生殖 差不多概念 你說是否同一件事 又不是同一件事 不算 也不算 但是 都是那些路數 都是做一些輔助生殖行 是 如果是這樣 感恩可不可以還炒多幾天 等一隻背腔出來 或者等快手的錢出來 其實 沒有什麼行不行 拍子鼓 都是那一句 你說這些 就是你要先搞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假設 我純粹是 是炒現在這個 叫做 即是背腔那隻東西 可能去上市 炒這個因素 你說現在買進去 因為現在 你剛才講過 現在都是一些高位來的 你買進去的話 可能你自己訂 假設 17個三毛六的位置你買的 那你可能當你看 大家自己願望多少 因為這些沒有東西看 你自己想一下 多少你以為這些是要收貨的 這些位置你看 可能是19元的 到19元的時間 你便走貨 這些是自己定了策略的話 自己跟著來做 但是相反 買完之後 就不幸運的 跌下去 你便想一下 你跌多少 你自己個人的能力 是承受到多少的跌幅 沒有這些 有時候有些朋友說 你買貨 你買那一刻 一定覺得 他的東西 有些消息 甚至乎 有一個原因 你才會買 他會說 很可愛 你不會的 所以有時候 家庭館做買股票 都說 你為什麼買這隻呢 可能你會說 不知道 不知道現在會買 或者我可能聽到 不知道誰跟他說 借店才會去買 既然是這樣的時間 你便自己想 多少 你覺得是害怕的 害怕你要沽 有時候你買完之後 有可能覺得 我不管了 不用你去住了 轉頭你可能又失去了 沽貨的好時機 不斷賺也好 蝕也好 所以變成這些股份 你便自己定錯了 可能這些位置 你說 我10元我走的 你定我這個就OK了 10元你便走 但是 你現在還未到價 或者甚至乎你又覺得 好像都 都夠費了 那便便走 但是到多少 或者是怎樣 你的賣法 這些東西 又是很個人決定 嗯 三隻IPO 全部都做了一手檔 對呀 試運氣 錢就真的不多了 現在 你上媽也沒有媽 這個問題就是 不是啦 而且 不過 阿Kym又這樣說 你的心態 就是預料到這檔 抽獎 是啊 抽獎 運氣 我也希望你中的 運氣真的希望你中的 不過真是貨乾到不得之了 就是一隻比一隻少 但是沒有的了 現在 但是這些其實也是很 要開始要小心 其實這些現象 就是說 IPO很瘋狂 然後市好像現在那麼大順大落 這些情況其實不是好的 可以預示一下市況 其實真的 通常我們說 這個市值差不多 都要出現這些狀況 所以大家又不要太過掉意輕心 真是 新股上 阿Kym 那你不是說話 我希望你中 我不信一隻都抽不中 但是 當你可能一手檔的 一手就很難 中籤的那個率 可能是得 可能是一兩個percent的時間 就算你三個串民都 都是不中的機會都很大 其實 我當然希望你中 這些是luck 但是真的不是有什麼 真是很難 新股上市會不會帶動市場 即是這些錢放出來 起碼快手放成萬億 但是你那萬億的億 不是特首的市道的 很簡單 比如銀行借孖子那些 他只是給孖子 那些是要給他 是 是不是 這樣是不會有什麼 Kym做的龍虎山串 厲害 有沒有另一隻 看看他們的分派 看看他們的分派是怎樣 很難的 上次醫道過說很難中 大把的散戶中 我都中了 我不是抽很多 你不是抽一手 我不是抽一手 萬一要中一手 可能你說中籤 只有一兩個percent 你中的 其實真的很厲害 我都希望你中的 我珍珍一下Kym 但是這幾隻這麼大隻的 IPO上的時候 要氣氛奏 他們才會做得好 其實也不是的 現在基本上市場兩極化 新股好像 新股還新股炒 是啊 我都是那句 當你一間公司 你想想股價 或者暗袍 到我上市那一刻 那一刻 升一倍的時間 那你的保證人 他到底在做了什麼 補個燈而已 你保證人幫公司搞上市 其實這件事不是單單幫你搞上市 你是爭取一個好的價錢 幫你上市 是不是 因為公司要集資 大家記住 如果你假設你公司的股價爆上來的時候 其實對公司來說 在這個帳面 帳面數 譬如大股東這些股份 在那裡是多了的 但是它上市集資的話 是用支股價去計算的 你一億的時候 你一元的時候 你一元的招股價 一元的時候 它是集資一億 但是你這間公司 拿來接兩元的時候 你多一倍的 所以假設 你這間公司的股份上市 才有升一倍的 那你又是作為一間公司的 那為什麼保證人不幫我定高價 高一點上市 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這件事又很有趣的 不過問題是 你說現在市場的氣氛炒作 沒有了 所以你說沒有這些 你說什麼時候 還要見多少錢 甚至乎 有什麼行法 到時候才算 但是你說對市場的氣氛有幫助 怎麼會有點都會有一點的 但是那些要同路的股份 就是可能你做視頻的 一些的視頻的 一些的公司的股值 有機會去拉拉高 就是我們去炒英知股 所謂的炒英知股 這是什麼情況 場外交易消息指 希望大家夠幸運 中度 不如我們聽聽家庭官的電話 但我先說 我不會抽的 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李小姐電話在旁邊 李小姐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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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姐你要好 李小姐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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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你大聲一點點,我真的年紀大了,也不到了 麻煩你,謝謝你,大聲一點點 或者是中國女業 是呀,買了很久了 兩個四走了,又想入場 本身第一口買的時候就8元,買了3萬股 賺低那些怎麼辦,加不加注好 現在想加注了,這中類 今早早說了白銀那些 鋁是兩樣東西 但是白銀炒上是因為那些投資者 大家也是炒那個概念,炒爆他那些 那個概念,但是鋁不同,還有記著一件事 其實你見到之前的時間,當大家炒這些 金屬,原材料這類的時間 中類不是不能升的,他也有升過上去 但是他的那個升幅,甚至乎他的表現上 不是這麼理想的 為什麼呢? 鋁型財,即是這一類的產品 其實他們不是真的那個 你有些什麼,是不是很稀缺的那些 其實不是,他們一點都不會稀缺 他們的價格是很少 他真的不能升上去 所以 中類呢,為什麼他的股價 你見到他 回得這麼快 又或者是等得不高,就是這樣 所以李小姐,我也明白 你可能有貨之前又沽了 你都沽了一些貨 你想說加注,混貨 可能混淡他這樣算 不是這些價 我會覺得,如果你真的 當然,你沽貨減蝕又不會減的 但是問題是,現在這些位置 你加注的都不見 你這樣做 還有,我會覺得 有時候那句,股票的東西 有時候輸了在這隻股票身上的時候 不需要刻意報仇 心態上說 這個股票輸了 要贏回他 其實是不需要的 因為這麼多股份給你買 是不是 有些,可能更加前景 更加好的股份 還有很多,是不是 不需要選它 所以現在,我想對於這個股份 你的做法就是 不都沒有做 這樣先 好,拿著先 許小姐,也是在電話旁邊 許小姐,你好 許小姐,你好 你好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我想問一下 2186,7.5買的 現在怎樣 之前買下的,是不是 是的,很久了 OK,明白 今天升五成 還有1316,看看多少房 麻煩你 你幾次買 12.5 OK,好 這隻賺錢 都是這一圈買的,是不是 是的 好 我先帶你來細特 其實這一回合 這一下彈幅真的 都挺驚人 而且你也可以說 為什麼它彈得這麼厲害 最主要是因為它有個大客 我忘記了是福特還是寶馬 好像是說它有些 它應該是會做電動車 大家要預計 就是 對萊西特那些產品的需求 會大了很多 所以它的價炒上來這一層 這算是升得很急的 但最主要是因為這個消息 看到它的股價炒上來 但是到現在這個位置 你說有貨怎樣部署發好呢 我反而覺得如果可以的話 都先減一減榜 因為其實我前度上 雖然你可以說 它是有消息的 而且對於它業務的發展 是有一個比較正面的幫助 但是那個價 甚至那個股值 不是算很吸引的 所以這些位置 其實我前度上 我覺得它真的不太值這些價 所以如果這本身有貨的話 我不知道多麼多貨 大家可以的 先減少一半 寧願你先減少一半 可能你叫做一些錢拿袋先 然後再拿著它 但是我覺得它的價 預期上也不會太理想 就是說有沒有機會 可能再放上去 我覺得其實這些位置 都真的不算低 所以你可以的話 可能你減一減榜 才會比較好些 但是另一隻應該是六頁 六頁 七個多個 它這隻東西 今天有個特別消息 就是它配股 日價 對 應該是股東減持的 然後變成是配股 跟著那個價 上星期收市價 日價一成 其實日價配過這件事 其實某程度上 是少見的 真的少見的 但是問題是 這個消息 或者它的股價 即今天時間 8%上去 其實是這樣的 但是問題是 你問有沒有其他 特別的原因 實實 我今次都研究過它 我又覺得 暫時看不到 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但是這間公司 本身過去的 鐵業部發展 不是大家說的 以往的時間 因為以往我研究過 我想一兩年前的時間 我研究過它 但是這間公司給我的感覺 就是我又覺得 如果選藥股裏面 我不會選它 因為它之前有些收購 其實我自己看法 那些交易 我會覺得 不是一件叫做good的deal 就是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對它 我對它的前景的看法 有一定的戒心 但是你去估計 現在怎樣做法 因為現在都很可愛的 它的股價今早 有7元這個位置 現在都回得急 現在只回得急 現在只回得6元而已 那我就不知道 你本身拿得多不多貨 但是這個消息 有沒有機會 令它的價格再炒上去 都真的有機率 真的5050 所以如果你本身 如果當作那句 你多貨的話 你今天可能先看位置 走一半 因為價格打得這麼急 當然後續不知道 但問題是打得這麼急 我自己有些保留 所以如果是的話 可能找個好價 就這樣做 那些貨就好一點 好啊 希望我們可以高一些 價位可以走到一隻6頁 對 這節同時說到這裏 事件好像又想衝上去 剛才680多 比團升了531成 是啊 剛才我都看到 390元 現在的市是650 13點 不知道會不會衝到上700點 沒有消息之後這樣衝 還有騰訊也升多了 沒錯 所以這些市貨 就是剛剛這樣說 就是說 你說真的有貨 其實這些會這麼升 你是會覺得 譬如假設我騰訊為例 你都只有一兩首的時間 你想想 擺 你猜到買不回來 最怕是這些 但你不要多貨 如果你太痛貨的話 是要自己小心一點 或者是要減一減磅 港交所升2% 507元 大家可以繼續留置住的市 Stanley 也要申報 有沒有自有上述的股份 港交所 騰訊 然後又沒有 遊戲股沒有 沒有 謝謝Stanley 這麼詳細分析 稍後回來 我們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我們稍後回來再見